Spanish Omelette Hello 我是Shan 你們有沒有吃過Spanish Omelette 中文名是西班牙薯仔蛋餅 是我一個朋友教我的 我記得第一次他做給我吃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 都特別記得 他終於肯教我做 我試了幾次之後 覺得OK 今天就來做給你們看 首先來燒熱的鑊 放些橄欖油 我在這裡需要用到比較多的朋友 因為是半煎炸的形式 在這裡 趁油還在熱的時候 我們就把半個洋蔥切成小塊 把鑊放進鑊裡炸一炸 把鑊子放進鑊裡炸一炸 好 我們來準備薯仔 我打算用到一磅半的子du 切成薄片 切成薄片 再放入鍋子 一起炸 不用整天去動 可以炸大概10-15分鐘 偶然撥一撥 讓它受熱溫暈 放在它中火 放入鍋子 加入豬肉 煮蓋 放入鍋子 煮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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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炸了10-15分钟之后 薯仔很容易用筷子刷得烂就可以了 把它捞出来放入蛋中 这个要快手一点 因为薯仔很热 很容易把蛋煮熟 鸡蛋就不用再发 一起拌均匀就可以了 放一点的海盐 或者是普通盐 还有胡椒粉 然后我们就要等15-20分钟 等薯仔吸收蛋 到时整个混合会比较稠一点 等了20分钟之后 是不是明显稠了呢 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煎它了 还有一个这样的锅 有点深度 但不需要太大 开中火 锅烧热之后 就放少少的蛋黄油 把薯仔倒进去 可以轻轻把它静平一点 然后边边的就轻轻扑向中间 让它静齊一点 大概煎2-3分钟 就可以翻过第二面了 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碟 这样在上面盖住 就用力压住 然后很快地把它翻转 再轻轻推到锅上 煎第二面 大概2-3分钟 如果你想盖上煎熟了没有呢 可以按一下中间的位置 如果不是太软 有点硬 那就可以了 上碟了 虽然这一道西班牙薯仔蛋饼 不是什么减肥菜 但绝对值得为它不减肥一天 配搭配啤酒就更棒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 到我的频道 看看我其他的美食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 订阅 订阅 转发到我的频道 订阅 转发到下方 下次见 Bye